说到吴京近年来靠着战狼2荣登中国票房第一的导演 也算是受到大家的肯定 吴京的战狼系列不但把自己的硬汉形象塑造的十分完美 就连之前的小鲜肉蒸饭 在他的带领下也摆脱了鲜肉的标签 这可能就是吴京经常说的 敬猪者吃吧 其实说到小鲜肉 吴京当年出道的时候似乎也走过偶像派路线 作为吴京妻子的谢南 曾经接受采访时就说到过 我当时就觉得 哎呀怎么有男生长得那么好看 他完全是应该走男偶像路线的 因为他那时候看起来就是笑起来的时候 眼睛里面像有小星星一样一闪一闪的 对于这些话 如果是现在的那些小鲜肉绝对会心里乐开了花 但是吴京听完之后直接回了一句 这还是人吗 瞬间也让谢南显得有些尴尬 其实看看吴京当年的照片确实是帅 但是绝对是帅得很阳刚 有网友就表示 吴京年少真的帅过小鲜肉 又更有男人味 其实除了吴京以外 像张卫静古天乐这些明星 现在虽然也是帅得有型 但是年轻的时候 更是达到了颜值的巅峰 看来吴京这回不但创下了票房新高 对自己来说 也算是刷新了自己帅的新高啊